杭州这边的退休金高不高跟全国比的话 高就是8000多 8000多 最低级是1000多 1000多都有啊 有 那8000多的一般是什么岗位呢 来拿8000多呀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渡 4500一个月的退休金在杭州是什么水平呢 杭州的退休金高吗 今天我在西湖边采访了一位大爷 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500的退休金 啊一个月啊 你算是中等的 中等 中等 杭州这边的退休金高不高跟全国比的话 高就是8000多 8000多 最低级是1000多 1000多都有啊 有 那8000多的一般是什么岗位呢 来拿8000多呀 8000多的一般是世界单位 世界单位 嗯 学校的啊 省市的啊 呃 事业单位 那那那4000多的一般是干什么岗位的 4000多的一般就是在那个工厂单位 工厂就是企业单位 就是企业单位 工员一般拿4000 那比较低的1000多的嘛 他是这样了 啊 就是原来他没有那个那个那个退休金 哦 以前没有交社保这里的 哎 交社保交进去 自己交进去 哦 等于说每一个月间里就一定生活费准 哦 他的名称里叫做什么呢 叫做全民这样的 叫做城镇居民 城镇居民 哎 老保 基本 什么叫老保 基本 基本生活保障金 基本生活保障金 那一千块钱 那一千块钱 在杭州能够保证基本生活吗 那那正常的话 在杭州一个人生活费大爷多少钱一个月 嗯 一个月 三四就花 应该4000差不多 那4000一个人 就一时住行要4000 那你说4000 那你说4000 那4000一个人 那4000块钱的退休金算中等的 嗯 那那些人 那一个月退休金只够 只够生活费了 是啊 那您万一看病 看病怎么办呢 就在包括这个看病里面 哦 包括看病 看病里面就是你不要看大病了 啊 小的看看了 大病 那退休金 退休金不割 大病就成问题了 大病那个退休金就不割 要靠 要靠其他用来 要用来 哦 你们好像现在有一些人在这里呢 啊 在这窍户的这些 啊 这些 特别是老头子不穿啊 啊 这些那个老菜脖 啊 他们退休金应该挺高的吧 都是不容易穿的 他们退休金应该挺高的 退休金是另外一个问题 啊 他们这个钱哪里来得的 钱积累的 钱到时间里 不是 这个 炒房 炒房啊 他们这么大还炒房啊 他们炒房啊 有有钱的人他 在什么就是他的那个什么的 拆鞋的时候 哦 拆鞋是有可能 拿进来 比钱 那是了 对不对 反正拿进来 啊 钱也赔进来 那你的意思 拿退休金这个钱都是小钱 对他们来说啊 退休金 他们都不是靠退休金 是我的 你最近呢 就是勉强的 一半四五千都差不多的 勉强的只好 能够出自货 又用都差不多 我的 一个他们炒房 炒房 一个炒虎 他们还炒虎 老人还炒虎 钱到人家炒虎炒房 都这些女的人在哪里 还有就是拆迁 农民拆迁 拆迁 那你自己听你的意思 那他们这些老人身价应该 应该 花几百万应该有了 这些人都是上八万以上的 那厉害啊 这里地 这里地你去看 啊 什么 男的人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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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是 吃老东西 啊 你去看这个 一半都在六十以上的 啊 要是猛烧一下子 啊 很少很少 那他们俩夫妻俩 加起来 要退休金至少 有一万以上啊 有的 这些都有 这些基本上有的 就是老的退休点 嗯 以后退休起来的 你怎么那么高呢 嗯 你自己买的 这个不叫退休金 也不叫老婆 老婆是原来 你自己单位里面 退休起来 按照单位 平静下来 那现在退休金 长得多吗 长得多不多 那就是他有比例子了 每年都长得 啊 现在长得多不多 每年都比你 每年都比我三十二十一 我听 听讲的话 这一段子 百分之三到四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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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听完这位大爷的叙述 大概就知道了 4500的退休金 在杭州这边算中等了 杭州这边的退休金 跟全国比的话 也不算低啊 大家觉得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关注 感谢支持 拜拜 下期见